今年9月天气还是好热 就连前气象局长郑明点 也秀出了图表直说很奇怪 这种增温很不寻常 9月全球平均气温 持续大幅度破高温记录 可能是短期波动 但是长期趋势上的增温也更明确 另外近期北部地区 可以感受到明显凉异 气象鼠预估周日到周二 有一波东北季风影响 不过周三周四则有望出现 秋老虎的天气形态 天气变化大路上行人 有人穿外套有人穿短袖 而回顾上个月天气还是好热 甚至热出新记录 根据NOAA美国国家海洋记大气 总署公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9月全球地表温度 平均比20世纪高了1.44度 已经连续49年的9月份气温 都高过20世纪平均值 就连前气象局长郑明点 也秀出图表 直呼好奇怪 这种增温很不寻常 9月全球平均气温 持续大幅度破高温记录 可能是短期波动 但是长期趋势上的增温更明确了 脸书粉专观气象看天气 也发文表示 全球9月创下破纪录高温 根据预测 加上盛英年加持 2023年将有99%的几率 打破2016年 高于平均0.99度记录 成为历史上首度突破 一度的一年 而近期北部地区 可以感受到明显凉异 气象局预估在周日到周二 有一波东北季风影响 但周三周四则有望出现 冲老虎的天气形态 太平洋高压势力有增强的影响 看到在周三周四 东北季风减弱 所以温度有稍微比较回温 东北季风报道也吹来境外污染物 环境部提醒周一周二空气品质 多为橘色等级 南部地区短时间可能达到红色等级 也提醒民众多加热义 记得要先为黄明社台北采访报道 台铁15号宣布将重新检讨 列车系统跟颁表 主要的调整方向 就是把普悠马号泰鲁格号 这种座位数较少的列车 改成主跑西部干线的直达车 而容量较大的EMU3000型列车 则是安排跑东部干线增加载运量 但此举也引来了质疑 认为普悠马跟泰鲁格号 这种倾斜式列车 特色就是在弯道过弯的时候 不用降速才会买来跑 弯道较多的东部路线 但如今因为运能太低 改成主跑西部干线 这岂不是自费武功吗 外界质疑台铁此举 等于是间接承认当初买错车 每逢年节都不干线 列车总是一位难求 台铁15号宣布将重新检讨 列车系统及颁表 调整运能 开行最适当的列车 适应旅客搭乘 最了解主要调整的方向 就是把普庸马号和泰鲁格号 这种座位数照守的列车 改成主跑西部干线的直达车 而容量较大的EMU3000型列车 座位数538个 比普庸马和泰鲁格号 多了大约4成 则是尽量安排主跑东部干线 但消息传出却引发争议 弯道比较多就是在滑东线 然后跟宜蘭线的地方 这两组车发挥到007只的地方 是这两个路线 为了运量的关系来讲 其实只有自费武功 普庸马和泰鲁格号 这种倾斜式列车 特色就是在弯道过弯时 不用降速 比非倾斜式列车 时速快越25公里 若跟区间车相比 行驶8堵到头城 大约需要80分钟 但普庸马号只需要43分钟 问题是省下这40分钟 却牺牲了运量 还有专家认为 由于列车高速行驶 转弯时也不降速 对于轨道的耗损也会更大 如今普庸马和泰鲁格号 退出东部干线主力列车 外界也质疑台铁是否间接承认 当年根本是买错车 慢车10至20分都是会跑不掉 如果说以台北到白东的部分里面 它误差会到半个小时 要多半小时啊 时间就是精简 效率不好 我觉得有票就好 事到如今只能在现有资源 进行最有效的利用 就看台铁后续如何安排 记者正常杨玉大腿报道 新美市中和区传统市场 有富人劝鸡肉摊老板 开直播在舵鸡的时候 把鸡翅放进袋子里偷走 而且还连偷两只 被观看直播的眼尖网友 发现提醒老板才惊觉被偷 不过老板表示他不愿提告 只希望富人尽快回来付钱 好 关注一下 鸡肉摊老板开直播卖力宣传 但后面富人手却不安分 抓起鸡翅往带里塞 偷了鸡翅假装问怎么卖 老板这时还没发现鸡翅被偷 眼看老板忙着招呼其他客人 手一伸再挑一只塞进袋里落跑 眼睛观众一看赶紧提醒老板 观众留言老板才知道鸡翅被人摸走 趁乱然后放在塑料袋里面 然后假装好像要买 这个没有买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中和区景星街的传统市场 事实上这名富人六月左右也来透过 当时他一把抓起三四只鸡翅 塞进雨伞人就开溜 其实他金额很小 不是说什么大顺目 就是说我其实也没有想去计较 但是如果他下次来看到他 我会希望他把钱还回来 鸡翅价钱虽然不贵 但做生意没人希望小偷上门 即使摊犯不计较 不过顺手牵羊就是不对 毕竟做生意辛苦牵 被偷谁会开心 记者梁家伟周中霖新北采访报道 蓝白河首场会谈 昨天才刚落幕 但现在却可能破局吗 国民党抛出民主是初选 但不只要在全台设立投开票所 民众还要签下架民进党认同卡 才可以投票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今天就直接点名侯伴执行长金浦聪 故意提出很难执行的方式 还说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 搞不好让给你们选也不会上 那么金浦聪也立刻开记者会回应 表示自己听了柯主席的说法 无言以对 但还是希望蓝白能照原定的计划 在周二坐下来继续谈 出席新书签民会一开口就很呛 前一天蓝白才坐下来谈合作 但国民党提出的民主是初选 让柯P很有意见 我看国民党提只是想要展现 他们地方组织的实力 他会故意提出一个 就一看就知道很难执行的 这个就是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 盲头对准侯伴执行长金浦聪 可文哲直言要马离开水秀太久 不然就是别有用心 无言以对 昨天回家心情很好 此时心头又来了一块大石头 说变就变了 大叹一口气两度无言 但小刀出鞘也很不客气 一一回旗 来人家先签证同卡 要下架民进党之后 我们历史不是要消灭民进党 我觉得他是要刻意导向 好像我们是要搞台湾的对立 那服务员那么大 那全问题那个投票所要设在哪里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用过的 在国内没有用过 和市长讲 这个有很多假民调策略性民调 全民调还是民主出选 双方依旧各持己见 金浦聪更爆料 可办本来说好下周二下午要办二次会 却又突然变卦 突然来了风回寒 左翻脸不认 我认为你的方法不好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其他提出个替代方案 你想好的时候通知我们 我们再来谈嘛 你己之心度他人之父 不要只要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不谈了 蓝白和八字还没一撇 就已经有浓浓火药味 这台北综合报道 是否计划 总之有 59 你不计划 你不计划